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中保 谈到财经这个字眼 其实你若回顾看人类的经济史 16世纪的强国东西是有点平衡的 当时明代所拥有的GDP几乎占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 另外英国慢慢的崛起 西班牙是强大的国家 葡萄牙也是到了17世纪的时刻 西班牙弱掉了英国越来越强 到了18 19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一发生在英国 当时英国的GDP在18世纪末期的时刻 它的整个经济成长率是25% 25%远比我们所谓的中国前一阵子 它在所记忆中加入WTO以后 它的经济成长率两位数字呢 整整高出了两倍以上 都是25% 25的成长 19世纪是完全大英帝国的时代 20世纪大英帝国陨落了之后 变成是美国上台了 美国上台之后 到了21世纪呢 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吗 在过去人类的历史里头 我从16世纪背给大家听 你就知道所有的强权 大概能够维持它最强大的领先地位 大概就是100年前后 理由是什么 它国内总会有一些因素 或者是权力的斗争 或者是太久的经济强权 导致它的很多官僚变成肌弱不振 内部的权力冲突 尤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贪婪越来越严重 没有勤劳的劳控 我刚刚讲的每个字眼 你都会发现已经发生在现在的美国 所以美国还在领先当中 但是美国一些出现的衰落指标也出现了 美国的领先里头 包括它的很多科技各方面的投资 但是美国也开始出现一些衰落性的一个指标 所以很多人认为21世纪会换人做 它的答案是中国吗 Maybe Maybe not 可能美国还是会领先高达半个世纪左右 半个世纪之后到了2050年的时刻呢 会是什么呢 有的人认为可能换来中国 有的人认为很可能中国也做不了太久 因为现在中国一直被打压的状况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化的状况 至少要三到五年中国才能恢复平稳 可是要高速增长 再加上美中各种科技战已经开打 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半导体 晶片 前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过来有电动车 里头的电池 还有太阳能板里头的电池等等 全部都要开打 在这样状况里头呢 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 过去的历史里头又证明了第二件事情 不只是强权还能维持一百年 如果你是跟当时在地表上的强权 直接斗争战争竞争的国家 本来你是要崛起的 结果你的崛起的可能就无法崛起 或是崛起的时间变短了 所以英国一个智库认为 中国崛起的时间会相当的短 很快的被印度取代 不过英国的这个看法 被很多人提出质疑 因为他们认为整个印度的条件 落后太多 大概落后中国三十年左右以上 印度有一些很强的地方 学术地位也很高 它的软体也很强 AI也很不错 可是都是一小撮人 它的基础建设 跟它的整个城市各方面 差距太大 但无论如何 二十一世纪 很可能领先的国家 会换人做 不一定是美国永久领先的时机 达沃斯论坛期间 各自抒发国家经济表现的 两大强权 在剩下八十年不到的 二十一世纪将由谁当家 英国智库经济及商业研究中心 给的答案是 美中印三国 或许将在这百年内 轮流称霸世界 联主会进来一句降息不及 让心心念念着三月 能迎来联邦基准利率 从5%历史高点滑落的华尔街 在新年假期结束后 拜醒而归 联准会理由直白 经济成长强劲 美国没有快速降息之必要 英国智库发布 2024预测报告 也说美国经济确实 仍在持续增长 但方法手段是 举世皆知的国家举债 且是计划性的继续增贷 并从美国国债 占GDP比重 早就超越二战结束后的 历史峰值 119%在2023年第三季 突破123%再创新高 CEBR淫秽地对美国提出了警告 国家债务比何时会变得不可持续 尽管没人明确知道 但任何一种严肃的经济理论 不会忽略假设发生的可能性 英国智库为与筹谋 美国学界一片乐观 美国的美国仍是很严重的 有很多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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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 至于中国经济和时称把世界CEBR大幅拉后了2015年时所预测的2025年 认为中国在本世纪最有机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一年将落在2037年 但直言预测成立前提是中国不发生经济危机会入侵台湾或面临西方制裁 且明白点出中国经济眼前最大痛处与美国不同不在于政府而在于过度扩张的房产部门 深信不断借贷继续盖房就能填补债务天坑的恶性循环 就拿过去五年为例就有高达50家房产商未能如期支付利息更还论偿还本金 如今随着北京介入为房产商贷款提供担保 以求阻止中国房市混乱 但房市危机也一下升格为了国债问题 最新消息的保护发 中国最新消息的流行贷法 但是当然越来越到越岁年 但CEBR也在报告中继续写道 如今的中国房市与15年前的西班牙如出一撤 开发商财务杠杆过高 政府介入后银行出手 提供开发商存款准备金防堵房市恶化 最终化解了西国房市泡沫 只是中国还多出了人口减少的长期隐忧 直言人口下滑对国内房市需求势必减少 自然也成了未来国家经济规模 能否扩张到超越美国的原因之一 那么印度呢 21世纪当美国也与中国一样陷入人口成长停滞时 印度的人口红利及劳动人口在商业资本充足的国内环境下大幅提增国家经济产值 将是驱使印度越上全球第一经济体的最大动力 CEBR预测印度GDP可能在2080年超越中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相比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大型经济体 印度人口结构仍然相当年期 预测2024到2028期间 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稳定维持在6.5% 2032年准备超车日本德国 并在21世纪后半拥有足以攻顶的能力 中国刚刚公布它去年的GDP只有5.2% 当然它原来设定官方是5% 但事实上过去中国早就设定一个标准 就是中国的经济如果没有维持在6% 就会有很多人失业 而现在青年失业率非常的高 中国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的房地产 它的房地产这一次呢 从恒大危机2018开始 到了现在比如9月2023年 等于是中国政府自己主动的 加上市场的因素两个加起来 把这个房地产泡沫化刺破 这个跟日本当时的房地产泡沫化情况不太相同 跟刺激房地产风暴也不太相同 所以它很难外溢成为所谓的金融系统性的危机 可是它一定会产生整个中国经济的停滞 这个停滞就是消失的五年三年十年 到底是多少年 有些人认为是三年 有些人认为是五年 我们今天特别要访问 事实上他的祖父呢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57个人之中其一 他的父亲当然在文革时候被整肃 那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被整肃 后来他念了大概中国大多数的高干子弟 或是很多当时中国重点栽培的学生念的外语学院 然后之后还没有毕业就被送到哈佛念Government 所以他是属于高干子弟被送到了哈佛去 之后他也在其他的学校里头担任过教职 然后现在他是马首理工学院的管理学院的教授 他最擅长的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了解 还为我们来解释他自己本身认为 到底中国的经济是消失三年消失五年还是消失十年 而这一次造成整个房地产的泡沫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房地产的快速成长里头 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当时整个房地产 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 房地产的快速涨价里头 他把钱都流进了政府的口袋 还有开发商的口袋里头 没有放在农民的口袋里头 所以一般人民根本没有社会与中国这一次大幅的成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消费因此严重的不足 而房地产一泡沫化之后 它就形成了经济的停滞 至于时间会多长 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由恒大开始的中国地产债务风暴已引发一连串的效应 而中国经济是否会步入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后程 或者说中国需要多长的时间来消化这场房式泡沫呢 我认为应该是三到五年 日本从1990年破了以后 一直到今天 我记得很清楚 1990过了十年过去的不是到两千年吗 大家称呼日本那十年叫做 The Lost Decade 失去的10年 Another Lost 对 然后一下转移就到2010了 就变成The Lost Decade加一个S 现在多少了 三年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房地产的那个破灭 它对一个经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在全世界都一样 那它虽然现在是自己凑破 也许比市场破要早一点 要好一点 但是还是破了 破了的话就要很大的调整 所以你看日本破了以后房价跌多少 然后就变成Deflation 东吴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朱云彭认为 房市泡沫对经济的冲击举世截然 但中国却不同于日本1990年代的房市泡沫 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 要终结过去的发展模式 就是从中国的现在面临的经济挑战来讲 它不是说是一时一会儿形成的 这确实是过去中国一个发展战略 造成的一个恶果 像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在中国的和美国的学术界 很多年我们都有讨论 另外很多学者都提出建议 不能够按这种中国模式 就是种基建 不种民生的这种发展方式 继续发展下去了 种基建就是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然后这种高度的城市化 用掠夺的方式来 从农民那儿征求土地 河南省会郑州死角 大王庄理农民的困境 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世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所说 掠夺农民土地 以城市化追求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其实房地产的话 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 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土地的所有制的问题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是公有的所有制 所以当你进行土地的开发的时候 最大的获利者 不是出让土地的农民 而是政府和开发商 黄亚生将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境 归咎于中国公有制的土地政策 但习近平上台后 并没有根本性地就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 反而是在他权力巅峰之际 以错误的政策导致问题雪上加霜 对这一次的疫情反控工作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 他是觉得他是他的权力的高峰 就是2020年发生的疫情 当时中国采取这种极端的封城 是吧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中国实施严厉的封城措施 以率先全球经济复苏 也是在这一年 习近平提出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并对地产商寄出 债务风险管理的三道风险 隔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定调反垄断与房子资本无需扩张 以一连串的监管措施展开对阿里巴巴 腾讯等网路产业的打压 2021年中共举行建党百年庆典 可说是习近平的权势巅峰 但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出现问题 房住不炒的无限上钢 几乎让房地产失去投资价值 恒纳在当年12月就首次出现债务违约 而对网路行业的监管风暴 扼杀了科技创新与市场获利 此外官方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 经济中心上海两个月的封城 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我现在越研究体制 我就发现领导人的观念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种极权体制底下 你最高层的领导人是怎么想的话 就会影响你整个这个国家 关亚生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制衡 习近平也扬弃了集体领导 而他的一面之间都影响中国未来走向 我觉得中国它在某些方面 它的发展条件实际上是要优越于 日本在90年代的发展条件 因为日本90年代也发展到 面临它当时的发展的瓶颈是吧 它也有房地产的过剩 也有这种高负债率 也有这种 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对 人口的问题 老化 中国也面临那些问题 但是中国跟当时的日本的优势在于 日本当时是没有创业的 几乎是没有创业的 日本整个的这个经济是被大企业控制住的 是吧 而且它的大企业是非常官僚化的 没有什么创新的 所以您觉得当时美国一打压日本 然后之后日本所出现的房地产的泡沫化 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然后日本停滞 消失了30年状况 未必会在中国复制 不 这个是取决于中国会怎么做 而近来中国确实修正了路线 关注私人企业也更重视外职 中间市场对中国政府的信心 朱云鹏与黄亚生的意见也一致 认为中国有严厉的金融监管 与雄厚的国有资产 且庞大的债务大多在境内 并非外债 因此不太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只是化解债务问题 经济停滞或增长减速 成为必要的成本 两三年前 跟来台的日本教授 问他们现在东京的房地产怎么样 当然没有一个人要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他们好像认为这个是一个 它已经搞成台湾现在跑去日本东京 跟日本京都制产变成一个潮流 没错 而且去买的人不是富豪 对 就普通人 很多建筑师自己就去日本 没错 京都买个房子 然后把它改造 就大家都买得起 就中产 台湾不用到有钱人 就是台湾中上阶级 中产阶级 然后收入比较高的人 就可以买得起日本的房子 对不对 可是日本人没有买 大部分的日本人没有买 为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集体机力太强了 他觉得只会一直往下走 就是他觉得那个1990 那个就是对他 1990 有多少日本人 直接从罗道跳下来 所以我说 这个要不要时间 一定要时间 没有那么快 《约约时报》的一篇分析说 过去中国人坚信 房地产是最安全的投资 如今房子是赔钱的买卖 成为一种同样不可动摇的信念 但北京不愿抢刺激 坚持以市场化方式 逐步化解房市债务风暴 这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只iPhone的手机 连接到你银行的账户 同时连接到你很多APP里头 可以支付的各种不同 Apple Pay等等 如果你的手机被偷了呢 在美国2023年 一堆人手机iPhone被偷了 密码被拿走了 而且透过一些特殊的科技方式 它进入了你的支票账户 它进入你的加密货币的账户 它进入你的储蓄账户 进入你的Apple Pay 把你的钱给拿走了 方法是什么 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怎么做的呢 它到狱中里头去访问 被抓到了一个大盗 说你是怎么偷的 他就叫他说我是怎么偷 我跟对方聊天 然后他就没有了新房 然后接着呢 我就用一些方法 就偷到了他的密码 下一个大家最要注意 然后我就改变了里头的Face ID 很多人以为Face ID使他安全 刚好最不安全 因为一旦他改变了这个Face ID以后 他就取得了所有这只手机 一切的控制权 透过Face ID 已经变成是他的脸 他就直接进入你的 所有的储蓄账户 支票账户 加密货币账户 以及Apple Pay 把你的钱都领走了 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日报 所做出来的调查报告 你的手机安全吗 Aaron Johnson 是终于花了几年 在这个高危险室 因为他拆了几十多的iPhone 而且从他们 几十多的亿典的 他在Apple的手机上 同时还换了 我看起来 网络户 我所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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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得了 我不吃了 我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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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钱 我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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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过去 这些地方 I just watch them put it in. What happens? I say I have the drugs. They say they want the drugs. And I tell them I take my information down. The whole time I don't have any drugs. So as soon as the phone's in my hand, I just ask them what's the code, or I watch them put it in before they give it to me. Then I kind of just talk about other things. Is there an age of person you're looking at? I interviewed a number of Johnson's victims, all men under 30. I definitely had cocaine. They were like, do you want to buy some? And I was like, no. Others told me Johnson would say he was a rapper and wanted to add them on Snapchat. Just a Snapchat like that's just that just seems normal. When I open up the phone and I hand it to him to put in. I lock the phone and then I tell him that it's locked or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phone. It locked on me. And that's when I, okay, no problem. 266 or four or something or they just do it for me. You ever videotape them? Yeah, I videotaped a lot of numbers. Never did this people say, hey, you took my phone? Yeah, but by that time it's already, I don't have it no more. So what you want? Whoever I pass it to. 因為Johnson有11名同伴,到手的當下就立刻轉手踏人了. You've got the phone. You've got the passcode. What do you do next? It's kind of like a bank robbery. You gotta be quick. You gotta go to the settings and go to iCloud. Click reset password and put the six-digit code in and make my own password. And then I turn and find my iPhone. 這麼一來,原用戶不僅無法遠程定位被盜手機,甚至無法刪除被盜手機上的資料. How fast were you changing Apple ID passwords? Faster than you could say Supercalifragilistic Aspialidocious. 5 to 10 seconds. I got to that fast where I can do it just right there. With the passcode,Johnson removed the owner's face from Face ID and enrolled his own, making it easier to gain access to saved passwords to bank apps. This is my phone, right? You've gotten to my settings. Where are you going from here? So then I go add my face on there on the Face ID verification. Now when you got your face on there,you got the key to everything. So what are you opening? Things that people thought were safe. Like? Savings,checkings,cryptocurrency apps. Venmo. Venmo,PayPal,yeah.You don't need face for none of that. That's kind of little money.I'm trying to take as much as I can. If Johnson couldn't unlock the apps with his face,he'd look elsewhere on the phone. I just go through their notes,and the password to everything is in there.Social security number,everything. While victims were sleeping,Johnson would be draining money from their bank accounts. Before 5 a.m.,I would have everything transferred out to the bank. But then if some people have like credit line or something,that's when I would go shopping with it. Go get,you know,nice stuff.Go to Nordstrom. By using Apple Pay? Yeah,just by beeping. And my face on there.So all I got to do is put my face on it and beep. And I can swipe for thousands of dollars. Clothes,shoes,you know,all type of stuff. Kid stuff. There was one more trick to this scheme.After stealing the money,Johnson would erase the iPhone. Yes,using the passcode and password and sell it. Was there an average selling price of an iPhone that you would sell? If it's a iPhone 14 Pro Max with one terabyte,I'd probably get like $900. Here's the kicker.Johnson was using stolen Apple products and their Apple Pay function to buy more Apple products. It said it can make up to $20,000 a weekend just from selling the phones. Following our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widespread crimes,Apple created new security software. But you'll have to turn on the stolen device protection setting. When it's available in iOS 17.3,it will be off by default. If you don't turn it on,all of Johnson's tricks will still work. If you do turn it on,it adds a line of defense to your phone when you're away from home or work. A thief would need your face or fingerprint scan to change an Apple ID password. Then they'd need to wait an hour,and then again they would need your biometrics. Same goes for adding a new face ID and disabling find my iPhone. To access safe passwords,a thief would need your biometrics. Still,some apps like Venmo are vulnerable,and using Apple Pay to buy things would still work. Also,don't store your passwords in the notes app. When you get out,you're going to forget about this trick. There's going to be new tricks out. But,I don't want no parts of it. Alright guys,3,2,1. Alright guys,3,2,1. 아이 i'm blessed. All boys will take me here,and if you wanna do this. I'm not sure we can do it Darty's on bullseye My friend Oh my gosh used er方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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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联合汽油兵器大会 简称COP28 文献的事之后 还是派出了我们的采访团队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全球暖化 汽油兵器大会的关注 这一次呢 我们特派记者李瑞宇 跟吴明淑从当地带回的报道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留在过年的时候 不给各位观众朋友当成礼物 谈到了Dubai这个城市 他说大家到伦敦去 或者到巴黎去 就看巴黎铁塔大本人 会有多少时间 可是你到Dubai去 还每十年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标 而当地现在呢 他们就想打造一个新的地标 包括最大的农业生态旅园中心 还有一个叫浮动生态度假村 还有十亿株珊瑚重新修复家园 他们希望透过绿色经济 创造至少三万个就业机构 对他们而言全球暖化 不是遥远的事情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群众暖化 已经造成这个沙漠地带 它的气温均温 在夏天的时候是40到50度 所以对他们而言是迫切的 不得了的议题 他们比别人早走一步 而他们也告诉大家 他们的未来不是梦 我们曾经以为对城市只能有一种想象 一座满布钢筋水泥的丛林 力头塞满各式车辆 随着上世纪以来 全球都市化程度不断以惊人速度增长 大幅膨胀的都市人口加速了全球暖化 也对地球环境带来重大挑战 一个永续的未来 似乎再也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全世界必须共同追求的目标 不过2023年COP28在杜拜 一度交习了所有人的殷切期盼 因为阿联这个人口约900万 每年超过6个月 平均气温在摄氏45甚至50度 生活全仰赖空调 更不要说摩天大楼 大型四轮驱动汽车随处可见 号称全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个各国眼中的环保烈等身 竟然登高一呼 说要带领世界应对气候变暖 还率先提出2050实现净零碳排 让人不得不睁大眼睛看 COP28官方推荐 来杜拜绝不能错过这座永续城 500户近3000居民自己养鸡种菜 能源自己自足彻底做到零碳 不过对他们来说 这座2015年建成启用的社区 是一页辉煌的历史 他们对于绿色环保的想象早已不一样 这里曾经是杜拜的骄傲 赤资千亿美元打造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诞生 并履获殊荣的全球第一座零碳绿色城市 目标是对环境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不过时宜逝转 当我们在COP28举办之际 再度走访这个永续城 当地只剩寥寥可数的观光客 和大型会议举办场地 还在正常运作 我曾经在导致建设设计划 第二座零碳组 我认为这些学习的经验 都让我解释 这些设计区的区别的区别 我认为这些设计 可能这些设计划 可能是十年前的 这些设计划 当时发布公众发布 因为当时 人们真的不太理解 这些设计划 所以人们觉得 既然安全性的不错 是基础炼物 上升和生物 或儿端放入 水 tablet 等等 但是安全性的比率 反更多 我们来讲就是 既然谈谈绩 开 他是杜拜URB建筑事务所 执行长 巴格利安 曾经领导全球 多项重要建筑計画 和在英国等多个 知名团队担任核心要职 这次在Cope28举办期间 特别抽空接受TVBS文件的 世界周报专访 谈他对永续的看法 他说伟大的建筑不仅仅是建筑 而是创造出有弹性的目的地 让人感受到健康的生活 工作的动力及想去旅游的欲望 所以他致力开发 极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并在接触永续概念后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 富有远见的变革者 怀抱着加速世界 向永续发展转型的使命 创立了这家结合规划 及土地开发管理的新创公司URB 15年之前 我曾经去议会议 谈论在迪拜的国家 很多人都会说 这会不会发生 这位伊朗出生 成长于阿联 求学于英国的人文建筑师 以自身经验分析 杜拜何以是全球最值得期待的永续城市 因为不像巴黎 人们的眼光永远只关注巴黎铁塔 伦敦是大笨中 埃及则是金字塔 杜拜从帆船饭店到哈里发塔 甚至是如今吸引全球观光客争相朝圣 造型极为特殊的未来博物馆 几乎可以说每十年 就能重新打造一个新地标 这也是为什么 它的创意能无限伸展 无论是把沙漠杜拜和农业做连结 要用Agrihub计划将杜拜 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农业生态旅游中心 或者是推出Dubai Reef 打造一个浮动生态度假村 重新连结杜拜周围的海洋与城市 不但能替超过十亿珠珊瑚 重新修复家园 还能透过绿色经济 创造超过三万个就业机会 Dubai是一种最好的地方 当时关于游戏 但是怎么能移动到重新移动 然后向更新移动 像是以兜移动 或是业移动移动移动 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新的概念 Dubai Reef 我特别不认为这会出现 但在Coop 28 Dubai会建造更大 比我们原本想提出 我认为这就表现 任何事都可以 他对环保永续的中心思想 一如他2023年出版的最新立作 以人为本的都市创新 全面翻转我们对既有城市景观的讲话思考 在手边这么多计划里 巴格里安坦言 在产由大国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 打造阿尔纳玛这座智慧低碳城市 藉由雨水储存再利用 并融合不同城市的农业方法 让沙漠幻化为一座海绵城市 是他最喜欢也最得意的作品 至于在杜拜当地建造一条全长93公里 全市内兼具人工天气控制的 永续环形单车高速公路 则是他眼中最有希望实现的疯狂idea 对他来说杜拜是一个生活实验室 总是不断引进新观念新科技 用最创新的方法实现人类先前以为不可能的梦想 这是杜拜最迷人的地方 也是COP28在杜拜举办 他希望留给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一个大胆做梦的城市 才能带给世界真正永续与希望 杜拜最迷人的地方 机器人时代其实在2015年以后就慢慢慢慢地出现 到后来COVID-19以后它就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人力短缺的关系 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你想象中 Tesla那种手臂 或是类似的其他你想象中机械用的 工厂里头所用的机器人 它正式进入了服务业 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连锁店叫White Castle 它是24小时 为什么 厨房里头不怕油盐 它也不会请假 不会请病假 所以在服务业里头 人们觉得它可能比较不会进入的 它正式进入了 主要尤其是在中央厨房的部分 完全是由机器人在处理 那除了服务业之外呢 还有刚刚所说的制造业 机械业之外 非常重要的像探勘 仓储移动等等 现在Walmart 它要仓储移动 它用的是机器人 然后探勘 这个探勘是很危险的工作 不用人 也是用机器人 而它用的就是过去最有名的 Boston Dynamics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本来是MIT 一个教授所做出来的 后来不知道它能够干嘛 原来它设定是为了要给福岛核能电厂这种有重大的核子灾难用的 可是核子灾难不会这么多嘛 那怎么办呢 最后是被韩国的现在汽车买走了 然后把它改造成为现在可以来做各种不同的探勘 以及仓储移动的工作 机器人可以遍布各个不同的行业 尤其是服务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趋势 将来它会进入医院 进入医疗产业 进入各种不同 你过去没有想象中的很多产业里面 在素食店工作其实很具挑战性 不但手脚要快 又失害隐藏风险 但这些对机器人来说 都不成问题 这些人叫Flippy 是在外面的几个小时 在外面的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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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视线的几个小时 Flippy可以煮到全て 从鲜饼和鲜饼 到鲜蛋糕 生产Flippy的MISO Robotics 有一群工程师 于2016年 在加州帕萨迪纳 一间车库中创立 如今 Flippy已经进化到 拥有一套规划 整个烹调流程的演算法 以及管理机械动作的软体 Flippy动作续列精准 不会过度油价也不会不足 虽然他锁费不资 一个机器手臂 业者每月必须支付 三千五百美元 约相当于新台币十一万两千 另外MISO还索取一万美元的安装费 相较之下 速食店员工时薪 仅12.07美元 约388元台币 但机器人可24小时工作 不会请病假 不会抱怨无聊 油炸出来的成品 质量还很一致 一名领取最低薪资的餐厅员工 年薪2万美元 大约就是一台机器人的成本 白色城堡高层表示 打算在全美分店 加装100台Flippy Up to 82% of restaurant positions could to some extent be replaced by robots Automation could save U.S. fast food restaurants over 12 billion dollars in annual wages 2022年 全美国估计有 1170万人在餐厅工作 但薪水低 加上打工的青少年减少 以及对疫情的担忧 餐厅人手迅速流失 除了人力问题 机器人还可协助解决 速食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疑率 像是吸入油烟 以及高温等等 事实上 餐厅因为毛利率不高 自动化的脚步一向缓慢 但过去30年来 机器人成本已腰斩 预料 未来餐厅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2021年 MISO研发耗费150万美元 薪资780万 行销和业务开支600万 管销备用600多万 但营收仅36000美元 但如今 MISO已成了这个领域 最大也最知名的业者 如同外送替餐饮业 带来革命性变化 餐厅的自动化 也可能排山到海而来 原本利用机器人自动化 披萨生产流程的Zoom 如今在切入商机庞大的 可持续包装市场 Zoom研发出 可以在自家后院分解 并制作堆肥的包装材料 至浆磨素纤维 联合丽华和百事可乐等公司 目标是2025年前 让包装100%可重复使用 可再生或可生物分解 Zoom协助企业 利用公司附近的材料 或者附近农场的农业废弃物 达成环保目标 我们在世界上的大型销售 我们解决了他们的产品问题 我们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一路 比较货物 一般而言 环保材质包装材料比较昂贵 例如塑胶的汉堡包装盒 大量采购时 一个成本约0.13美元 只将纤维成本0.19 比塑胶包装高出46% Zoom表示 他们的机器人 是他们得以使成本 维持低廉的法宝 因为可迅速制作精良的产品 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Spot 有如科幻电影的流畅动作 赢得YouTube上破译点阅率 让这家公司也跟着声明大噪 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 作为转型、观众、观众和操作 我们认为能够混合这些 在各种各种方式的选择 每个三至五年 我们将会发展新的机器 标准、新的业务 Spot与Stretch 是位于麻州的波士顿动力 目前试图商业化的两款机器人 例如为Spot加上摄影机 热成像镜头、麦克风 Spot便可上山下海收集资料 分析师指出 探勘与仓储移动 是当前机器人领域成长最快的两大市场 2013年 该公司被科技拒拨谷歌收购 当时谷歌野心勃勃 试图打造从仓库到快递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机器人 但谷歌发现 双方的合作未能结成想象中那么丰硕的果实 因而决定收手 2017年 软体银行从谷歌手中接手 软体银行当时已拥有消费机器人 Pepper 但一如谷歌 软体银行也发现 打入机器人市场远比想象中困难 2020年12月 波士顿动力再度换手 这回买家是韩国现代集团 现代宣布以八点八亿美元的代价 收购波士顿动力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现代集团的着眼点不难理解 试图抢占先机 为成为未来的市场霸主预先铺路 Revenue from mobile robots in the warehouse manufacturing and infrastructure space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dramatically from about 6.1 billion in 2020 to about 64.9 billion by 2030 这块市场大饼有许多业者寄予 渴望分一杯羹 亚马逊便是其一 波士顿动力预料 专攻包装箱移动的Stretch 明年将上市销售 至于金鱼探勘的Spot 在2022年开卖后 依售出数百台 It's critical that we maintain leading edge R&D work within the company as we commercialize There's additional work in vision and manipulation that we want next generation robots to have and that we currently can't do So it's important to keep pushing that forefront 请收看今天文谦的事业周报 以及文谦的世界财经周报 祝所有的人在今年龙年的时候 你可以平平安安 尤其是你的健康 希望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体 谢谢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